Dream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環 今天要來做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生命價值的無聊開箱 那就是我在家裡的出櫃中找到這張古董級的顯示卡 ASUS的7300GS 這張顯卡是在我國小的時候買的一台電腦裡面的套裝卡 雖然以型號來看它應該是一張低階的顯卡 不過整體看來不算太差 而且它的訊號輸出口給的還蠻有誠意的 分別有一個VGA 一個SVIDEO 一個DVI 那因為後來升級的顯示卡 所以就把它淘汰下來 就一直乘風到了現在 今天我要測試看看 看看這張10年前的古董卡 在10年後今天 還能不能升任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使用 或是更進階一點 看看能不能玩一些遊戲 好,那就開始吧 首先先把它裝上電腦看看能不能正常顯示 為了這張顯示卡能百分之百發揮它的實力 而不被其他零件給拖累喔 所以我使用了Intel的i5-2400處理器 還有16GB的記憶體 以確保能提供足夠的效能 裝機完成後馬上開機試試 嗯... 好像沒有畫面耶 重開之後就成功顯示畫面了 代表這張顯示卡功能是正常的 而這部影片也不會被夭折了 進入作品後首先看到一個詭異的景象 那就是這尷尬的解析度 啊...果然是10年前的顯示卡 在進入設定調整解析度時發現它的解析度 最高直到1280x1024 那我這個螢幕的解析度為1440x900 所以它竟然連這個解析度也沒辦法符合 果然是實在的眼淚 接下來打開YouTube 來看看7300GS在影片播放時的狀況 可以看到它的畫面基本上是流暢的 沒有任何的卡頓 還不錯 只是畫面部分看起來有一些模糊 那再把解析度上調至1080p試試看 不過這個畫面好像沒什麼改變 但也不太算清楚的尷尬畫面 測試完影片後接下來就要測試幾款遊戲了 第一個遊戲是CS1.6 這款遊戲過了十幾年後仍然是經典中的經典 正好可以來測試我這張古董顯示卡 遊戲中可以看到遊戲畫面其實並不差哦 讓我蠻驚訝的 那右上角的幀率基本上保持在30幀上下 蠻穩定的沒有太大的起伏 是可以正常玩的 那第二個遊戲也是在我國小時 風靡一時的賽車遊戲 跑跑卡丁車 可以看到這個遊戲畫面非常的流暢 幀數有比CS更高了 達到平均40多幀左右 基本上很流暢 不論你要甩我呀 或是噴蛋器呀 都不有卡頓的現象 所以7300GS在跑跑卡丁車上 跑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績 所以這也意味著跑跑卡丁車 在這幾十年來畫面上完全沒有任何長 那換下一個遊戲 Low 英雄聯盟 這款就是比較現代的遊戲了 正好可以來測試看看 7300GS這個古董顯示卡 可不可以hold住英雄聯盟 那以1280X1024的解析度下遊玩 可以發現 奇慘的事情發生了 幀率掉到失誤幀不到 整個畫面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卡了 你看看這個小兵 他已經不是在走動了 他根本就是用飄的啊 在1024X768的解析度下 幀率來到將近20幀 變成勉強可玩的狀態 後來我有點好奇 如果全開特效後會發生什麼事 天啊 這人物也太詭異了吧 所以以上就是7300的遊戲測試 總結來說 7300GS即使到了現在 也還是一張可以勉強使用的顯示卡啦 如果你是想要流量網頁啊 看個影片之類的 如果不太在意解析度的話 是還可以用的 而在遊戲性能上來說 簡單的遊戲還可以符合 還不到吃屎的狀況 勉強勉強可以啦 所以整體上來說呢 還可以 假如今天同樣在家裡 發現到一張7300GS 那我教你一個方法 來好好的利用它 那就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掰掰